嘿!又來到我佩山Studio 今次我們說什麼呢? 今次我們說超神驚蟹劫案 希望你給我個讚和訂閱我的頻道 我們現在馬上開始 最近見到軒公密密頻頻地 幫超神驚蟹劫案這部電影做宣傳 看見單底大家都是搞笑之人 即是阿正不需要說 一出場就笑死了 大家看了最新的軒公敲碗的影片 即是阿正和軒公去按摩的影片 真是笑足全程 很多四字詞語 兩個轉數這麼快又這麼搞笑的人 這部影片真的非常棒 推介大家去看 然後軒公又搞笑 黃遠之又搞笑 豪D又搞笑 Jabby又搞笑 其他演員不清楚 但是這部電影 看到這幾個演員 這個班底相信都是笑了白出的 我也很期待去看這部電影 早前我已經說過軒公被這個音樂買沒了的喜劇演員 我也希望這部電影不會令我失望 我抱著一個很大的期望去看 大家之所以這麼少在這個影壇看到軒公 軒公就說 其實因為覺得拍戲很傷身 因為整天都要通宵 相信真的很傷肝 因為不管是之前拍戲拍劇演員 每個人都說幾天沒睡 尤其是紅的那些 或者是擔正那些 他們更加不用睡 軒公就是愛惜自己身子 所以難怪他的樣子還保持得這麼好 這麼年輕 而這次他之所以摺拍這部電影 其實原來就是因為黃軟芝擔正做主角 他見黃軟芝也摺了這部電影 他已經一口答應了 因為他覺得黃軟芝也是一個很有要求的藝人 即是一個皇后一個皇上 相信這部電影有一定的水準 所以他們就摺了這部電影拍劇 而同時間這部電影也幫助他們兩個圓夢 因為他們以往一起做過舞台劇 即是可能做過演唱會 但從來都沒有拍過一部電影 而他們一直都希望有部電影可以一起合演 而這部電影又結合了動作、懸疑、經歷等元素集齊 所以他們都覺得 完成了大家的一個夢 另一邊想再說一下Jeffrey Jeffrey在這部電影裡 被公認為有中二病 其實之前在膠戰 他一直都自稱有 以及被人說他有 他就說中二病來說 如果進入這個角色企鵝 即是中二病玩是極致的 而另外說到 問他新的一年有什麼大目標 他就說2023年 即是希望可以長大一點 其實我覺得他講的有些用詞也是有些搞笑 就說在這個歌曲和演戲上 都希望得到一個進步 也希望他在這個歌影時也有大大的張簿 即是更加成熟的演技和唱功 那之後再說到 即是如果票房好的話 會不會有什麼福利呢 張敬軒就說 即是如果到達二千萬的話 就Jeffrey脫衣服了 那其實就不是Jeffrey答應的 那之後就說 如果到達三千萬的話 我就跟這個Jeffrey一起去做夢 這個好像不是福利 只是他自己強身健體 除非你說做完健身 鬆腹肌那些就說 而黃遠之就說自己會穿泳衣 不過是穿起這個衣服 裡面拍照 即是看不到的 更加說挑戰張敬軒 穿泳褲 軒公就說 即是我沒所謂 不過大家新年流流 想不想見到一些髒東西 大家說這個派福利方面 都很無寧兩可 不過最重要 我就覺得 這部電影好看就可以了 那這次就跟你說到這裡 我們下次再說吧 拜拜